因为其实乌克兰 虽然我们台湾的整个军事的能力 比乌克兰要大蛮多的 高蛮多的 但是有个类似情况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 乌克兰跟俄罗斯 我们跟中国 我们不可能跟他比军备竞赛 所以这次乌克兰 这个是上报写的 它说乌克兰的暗射反舰飞弹 击毁俄罗斯巡洋舰 对台湾的启示 它里面讲到一个重点说 如果乌克兰的暗射反舰飞弹 是固定式 那开战初期就被击毁 所幸乌国发展是机动式 就你刚刚讲的 我们熊山它是可移动的 所以你对方 即使知道我们有熊山 这么厉害的武器 但是你要摧毁它 基本上很难 因为我在路上跑来跑去 那这个是风传媒讲 这是英国的军事专家 两发乌克兰飞弹 一举集成俄军万顿巨舰 最受震撼的应该是中国 因为他说应该不是俄罗斯 这个是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欧布莱恩 他说要不是乌克兰 最受震撼的 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乌克兰 而是地球另一边的中国 这是俄乌战争影响战略 计算跟抑制的又一个例证 并且希望想要减轻 轻起战端者要三思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好看到 前一阵的一个新闻 中国的五艘他们叫大驱 比较大型的驱逐舰 动物武 等于是陪着辽宁号 回到山东 那假设他在经过 台海附近的时候 其实都在我们熊山 跟鱼叉的射程范围内 对 我们可以看 它这个万顿驱逐舰 它有来自于两个 第一个空中 我们有空射鱼叉 空中的飞机也可以打它 它面对的是空中跟海面 台湾海峡是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屏障 我们要善用的屏障 因为它是天险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战略众生 这个是我们要善用的 空中先做这个攻击 空中可以打空射的 空射的鱼叉可以打 或者是我们讲到了 空射的熊山 将来要发展空射的熊山 你叫空射鱼叉 都打了 你有空幽嘛 第二个海幽 海幽的话 我们知道 它的海上的舰之后 海上的舰之后 海上还包括了 军舰舰队舰的 舰队舰的这些飞弹 军舰完毕之后 还有我们地对舰的飞弹 或者说你变成夹杀 你变成这个路上 北中南东 台湾北中南东 不然东影还有澎湖 对着它做夹杀 还有不要忘了还有这个 我们所讲到的 海上机面的这些 基隆级的既得军舰 还有我们所讲到 成功级军舰 也在做夹杀 它不是光海上 海上也在做机动 空中 海上 地面 你三方是立体作战 你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 台湾海上是一个 很好的作战中心 只要掌握了目标 掌握它在我们的 射程范围之内 做很好的火力规划 火力分配 这个时候最適合 这种空中的 这个时候是最適合 我们的成功级舰舰 或者是我们既得级军舰 对它做攻击 最后面可能 记得我们地路地比较近 它已经到了200公里之内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 我们用地对地的 鱼叉飞弹 或者是我们用地对地的 雄风 雄山飞弹 这个时候 你有好多种可以搭配 这就要变成火力分配 只要掌握两个 一个火力分配 一个是目标获得 所以打仗 打情报 情报上一览无疑 台湾海上没有屏障 很清楚 海军很难去伪装的 在海面怎么伪装 你那个舰是那个 我们讲到的 对雷达可以有引擎效果 但是对电子光学的相机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遮蔽的 另外一个 还有对合成空气雷达 在太空的合成空气雷达 或者是空中飞机的 合成空气雷达 一照就抓到了 你这个电子光学抓到 合成空气雷达抓到 一比对 一清二楚 一比对 你看火力分配怎么分配 把火力分配 做黄金比例 这个时候是哪个 是空中还是海面 还是陆上去做分配 这样的话 做击杀是最方便的 然后第一波是谁 第二波是谁 第三波是谁 你这样的话 你整个海上的贫乱就出来了 海上贫乱出来了 作战中生就出来了 作战中生就出来了 你台湾的安全 或者台湾的获胜几率 就提高了 对 没错 将军讲的那个 合成空气雷达 就是基本上 它连隐形战机 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浩宇要补充 稍等一下 我们简单讲一下 熊二 这都我们中科院自行研发的 熊二 次因素飞弹 性能跟海王星相似 能够以不到10公尺的高度 进行贴海飞行 弹头重量比海王星更重 我私下问张成 他说我们的熊二 比海王星厉害 然后熊三 这个厉害了 超音速 增程型可以远到 400公里以上 只要被锁定的船只 几乎难逃 所以熊三又称为 航母杀手 动物武设计观念 很明显错误 这是中国所谓的大驱 就比较 一般的驱逐舰 大概在3000吨左右 它这个是比较大的 大型驱逐舰 日本跟美国搞 这个动物武设计观念 错误在哪 搞DBR是因为 防空飞弹都是半主动导引 除了扫描雷达外 需要有照射雷达指引飞弹 所以才加个X-band的雷达上去 X-band 这个就X-band 中国的飞弹是 仿前苏联的主动雷达 实在不懂 加这个照射雷达上去要干嘛 中国人想说 美国都有 日本都有 那我也要有 所以浩宇要补充 其实这几年就是台湾在买鱼叉飞弹 我们还是有在买 而且立法院其实有很多立委说 我们自己有熊山 为什么还要买鱼叉 其实一个战舰如果在海面上 将军都知道 如果它没有任何的雷达反制能力 它就像一个铁盒 随便都打得到 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些雷达反制能力 然后它在做雷达反制的时候 它其实要去判断目标 那这个判断目标 其实都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 所以将军讲得非常好 如果我们有从天空下来的 然后有海面来的 然后有从陆地来的 有各种目标过来的 其实它会很难在短时间判断 而且可能鱼叉飞弹 跟熊山的参数又不同 所以它速度什么各方面 都很难计算的状态之下 其实有可以扰乱敌人的效果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有 各式各样的 甚至饱和攻击 从不同的方向的饱和攻击过来 那它要锁定哪个目标 可能都没有时间 特别是熊山这个非常快的飞弹 根本就没有时间 可能才打到它的上面 可能才50秒 100秒 200秒的时间以内 这个其实对于共军来说 都是很大的威胁 所以未来开战之后 他们的军舰甚至可能连 开到台湾海峡的范围内 他可能都不敢 那这个到底能不能打台湾 这个也是要去观察的